台股在京陷入震荡 那么收盘是小涨了 八点在排名上最亮眼的 就是汽车零组件的族群 尤其是提维希 八月营收创下了单月的新高 股价那间爆量 攻上19年的新高 我们要请教子涓 提维希他是全球车灯的龙头 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竟然不只让这个BMW对他下单 而且要求说是要独家使用 好 我们说今天的台股没有苹果光 但是这个油门倒是吹得还蛮有力的 好 这个汽车族群 但是必须要先说 这一块是AM就是所谓的副厂 这些碰撞零组件的厂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 他到底为什么这一个族群 重点先看大家各个厂 都是八月营收开出来 都非常漂亮 都是年增二十两三层 对 都是双位数的年增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吸引 这个市场投资市场的目光的原因是 大家要想 因为我们刚刚先说了 它这是AM厂 AM厂的话它是碰撞零组件 那你想想看什么样的季节 汽车比较容易发生车祸 以美国来讲 以美国来讲 融雪的时候 对 所以传统上它们的旺季 应该会出现在秋天 进入到冬天 其实不是现在这个季节 所以它照理来说 八月应该是一个狠淡的淡季 但它却在这个狠淡的淡季当中 搅出了这么漂亮的营收 所以它们被称为是史上最强淡季 好 先有这样的一个前提 连淡季都可以找出这样的成绩单 那接下来如果要进入到 真正所谓的第四季的旺季的时候 市场当然就对它们 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这是其一 就是它们的淡季不淡 找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所以大家开始期待 传统旺季的到来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还有一个因素是 这个是美国 这是第二大的汽车保险公司 那它最新认同还是认可 可以使用来理赔 就是这些AM厂的一些零件 来做转换 那当然想这一定是一个 很大的利多 其实如果今天我是 有投保的车主 那当然我要申请理赔 那你知道我去哪里换 我当然就去哪里换 那过去它们没有接受 这种AM厂的零组件 那现在第二大保险公司 开始开放可以接受 这些AM厂的零组件 那当然这个想象空间也大 所以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所以市场就是投资想象 对它们这个族群非常的乐观 那当然就讲到TVC 它是连续两根了 昨天今天两根的掌停板 站上去一口气就站上了 这个19年来的新高 而且重点是成交量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是爆炸量 量也是非常的大 好那再来呢 其实他们的创办人 已经交棒到第二代了 但是这个董事长今年 他的儿子吴国珍上任之后 其实他在企业里面 也已经历练了20年了 他这个二代接班 其实是从基层开始 也是做了一个20年 那在去年 他刚上任的时候 缴出了成绩单 去年2022年 营收是192亿 那今年现在法人 基本上预期全年营收 是挑战上200亿 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是新人新气象 在这样的这边 那回过头来我们讲说 那提威西 他到底是怎么样发迹的呢 那当然我们要来讲 这个创办人的故事 那他当然是二儿 他们是三兄弟 那这是大义的他们无家的二董 出来创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个故事是这样 他说他那时候在美国 美西 他就看路上的车子跑得可真多 那他那时候大家想说 这个市场大得太恐怖了吧 但有趣的是他看到了什么 他说这里的车子速度多快 那当然会容易发生车祸 那车子一撞的话 除了车体之外 这车灯尾灯一定都要报销 所以他就从这里一看到相机 他说那这样子我来美国卖车灯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生意 我来赚赚美金好了 这个是他的创业初衷的发想 但是他开出了第一套车灯的模具 之后他去送宴过程 非常的快速 平常心说 他在官方送宴的过程 他说三个礼拜 他就拿到就ok了 很快 官方就说ok 你这个恒乎我们的安全标准 但问题是拿到官方安全标准 到有客户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说那个时候 美国的车灯市场 要不然就是日本制 要不然就是美国制 台湾厂商人家根本看不在眼里 完全没有兴趣 他说那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跑到了德州 想要跟一个汽车灵组件的卖场 要去卖 第一次去被轰出来 第二次去被轰出来 他说第三次去 他还被轰出来 而且他说对方的脸色 是非常难看的 我们说三顾茅庐 但他第三次 他到三次通通都被轰出来 他还去了第四次 这很有毅力 这就很厉害了 真的他还去了第四次 他说他再去了第四次之后 他终于成功说服老板 愿意听他讲他的产品介绍 然后他说他讲完了产品介绍 那一次第四次拜访完 德州老板立刻请他去吃了德州牛排 他就说好 那这个单我应该可以拿得下来了 这个是 但是他说他光要拿到这个从零到一 他整整奋斗了三年的时间 他才拿到 当他正式的坐上了所谓的AM的车灯龙头之后 他也持续的做进化 所以其实他不要觉得他是一个传统的厂商 但是传产也没有 人家是智慧制造 他的智慧制造包含他有全台湾第一条 全自动的车灯产线 从定位 索罗斯 塗胶 扫描定位等等 数十只的那个数位机械手臂可以完成 放料到做好只要两分钟 仓储也是自动的 然后他花了三亿多在做这个仓储 输入品项 输一输 你要的东西立刻就可以拿下来给你 这个也是 那刚刚讲到BMW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 他这个全自动的车灯产线 太智慧化 他说你看德国BMW人刚刚到了这个公共厂 开始参观 参观不到一半 立刻下定60万颗重型机车的车灯的订单 但讲到这重型机车订单 我们也必须要说 其实他们真的是在做声音上 很有他的一个商业想法 因为他现在其实虽然七八成 通通都是AM的车灯 但他还是有大概两成左右 是这所谓的OEM 可是他OEM他并没有去做那个红海市场 就传统的家用车 他并没有切那一块 他的OEM其实做的 就像刚刚讲的 他做的其实是重型机车 或者是那种大型卡车 或许单量少 但是他的单价利润够高 所以他们在OEM比较 他切的其实是那一块 所以他们其实商业模式 是非常有想法的 刚刚指尖带我们看到 他是全球汽车车灯的龙头体位系的故事 梦说到车子稍后要回来关注的是 在最近美国很头痛 因为三大车厂的工会 很有可能就会进行把工了 那么对特斯拉来讲 反正是一项利多 到底为什么呢 先休息一下稍后了解 感谢观看